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成交量大概放大到110亿以上 那为什么会放大 那就市场败回来了 今天市场败回来 所以台股相对亚股来讲就比较强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的一个变动 所有指数是下跌了 跌了0.86% 但台股却涨了一个百分点 大涨了92点 市场派回来了 为什么会回来 其实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分享 这个市场派 其实从本周开始就有在点火 记不记得礼拜一谁最强 我用你当股票为例 他没有点火 只是说他没有把整个拉动 礼拜一的国售大涨 有没有一根长红棒 然后礼拜二礼拜三 礼拜一是太阳能 有点火 就是后面因为整体的攻击力不够 但是有点火 那礼拜二呢 市场派点火谁 号鼻不是吗 昨天号鼻拉涨一半 礼拜一是太阳能 礼拜二是升级股 不管是太阳能或升级 法人不会在上面做账 法人不会在上面做账 所以他不是法人股 那不是法人股 还可以拉涨明白 那代表什么 代表投机力或市场派回来了 那今天呢 今天最强的叫这一支 郁金光 郁金光有没有法人 没有任何法人在上面做账 所以呢 从礼拜一的国硕 礼拜二的号鼎 到礼拜三的郁金光 这些股票光学股 通常法人不会在上面做账 它都是市场派的股票 市场派的股票 从太阳能生计到电子 都在点火 一直到今天的点火郁金光 整个投机率全部上来 所以呢 市场派回来电子股了 回来电子股了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观念 如果说一金光可以拉涨明白 我们再回来想一件事情 最近有哪些股票 它是特别强的 或曾经当作这个 所谓的市场的一个人气股 有啊 谁 曾经不是吗 今天要拉涨明白 曾经当过市场人气股的 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今天拉涨明白 曾经当过人气股的 八三五八金居 今天创新高 好 我们再来一次 二三二八的广雨 今天也大涨 这些股票 除了金居是投信做账之外 这些股票 哪一档不是市场股 所以它说明一件事情啊 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派回来了 所以呢 礼拜四礼拜五的行行就非常精彩了 你只要找到市场派的一个 这个切进的方向 在短期间它就会大涨 但是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我不可能买股票是为了这两天嘛 我不可能买 礼拜四买股票 或者今天买股票是为了这两天 所以我在买股票的过程当中 我开始跨年 我开始跨年 除了市场派会回来买进的股票做短打之外 我必须要跨年 我带你做的必须要跨年 所以跨年就是12月剩下最后两个交易日 礼拜四跟礼拜五 然后呢 然后结束之后 元月二号 那么这个之后我们回来 礼拜二回来开盘 这个地方礼拜二下礼拜二回来的开盘 我们的考量点就不再是坐账这个角度了 要往哪里去走 要往明年2017年最有前景的产业去走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谈过 我说你可以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先找产业涨价 先找产品涨价的 产品涨价是谁 半导体锡金源 第二个 铜箔 第三个 偏光板 对吧 偏光板我们有切入了 半导体锡金源里面包含了6488的 环球金石 当然是龙头 但是因为它股价已经大涨一段 所以我跟各位谈我们布局的方向放在哪里 放在比较低价的 合金 今天一样 大涨五个百分点 创新高 合国的核金今天创新高 然后呢 获利老杰 然后把它卖掉 为什么卖掉呢 因为整个半导体锡金源 你看一下东西 虽然看好这个产业 但他毕竟他们的股价都已经大涨一个阶段 都已经大涨 龙头股都大涨一个阶段 你要在这边再大涨 我觉得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所以呢 那么我原先做 合金就是落后五个股价 所以就把它做完 就短线了 所以我今天调整了一些股票 有一些是获利了结 有一些短线的停损 那我把人气比较淡的股票 我把它撤掉 我准备重新规划明年第一季度的行情 或者这两天的短线行情 我要切进到人气 我想这是 我今天做了一些动作 其实动作还蛮多的 我今天调节了一些股票 包括我出掉了合金 包括我出掉了其他的股票 好 那我的目的在哪里 我的目的就是 我要重新规划 重新规划明年度的行情 我要怎么去做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跟上来 刚刚好 我调整了一部分持股 所以呢 我手上会有现金部位 我会开始 这两天开始 不仅买短多的股票 也会买跨年度的股票 所以你跟上脚步 另外一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我刚才谈到 这个半导体锡金源 已经大涨上来 所以我把 我们手上布局的 6182的合金 我今天把它卖掉 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但是我把它卖掉 我刚才谈到 除了半导体锡金源之外 还有一个叫铜箔 对吧 铜箔产业 那铜箔里面 有涨价效益的 我不觉得是那一档 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我买的是台药 好 台药的股价 在今天也冲上来 今天的高点 37.8 平了新高 这种股票 我可以跨年 可以跨年 也可以不跨年 我原先想法就是 它是投信作帐 最近投信在买 铜箔这个产业 金居是 8358的金居是投信作帐 可是它股价 它已经喷出去了 已经太高位 高位 结束我反过来去买台药 甚至包含了 已经整理一段的 台光店 在今天也转强 有没有 台光店投信也买 所以它会有作帐效应 包括我的台药 会有作帐效应 所以我会这么做 投信作帐的部分 我短期会把它跑掉 但是呢 如果你跨年度的 我会留基本仓 你不用想太多 很多的规划 我都把它规划好 你只要跟上我的脚步就行 所以呢 铜箔这个产业 它可以跨年 也可以短线 那么做拔档 因为它毕竟是 投信在做账 短线如果急冲 我当然会拔档 我当然会拔档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 一个观念 好 另外呢 我说调整持股之后 要回归回来 要去做一些 中长期的布局 那我今天也 买进了一档股票 好 我把爱人同志 买回来的 我还会买其他的 不过要稍微 不要杀下来 那为什么买它 为什么买它 来我带各位看一件事情 你现在买股票 你必须要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你买的股票 能不能度过第四季的难关 第四季的难关 指的是什么 就第四季的财报 你过不过得去 第二个 这家公司 它的股价位积如何 到底是在高档 还是在低档 第三个 明年真的有竞争力吗 我认为车店 绝对有竞争力 光通讯 PAC车店是我一直在 最近在操作 11月中旬之后 先买光通讯 再买PAC 后买什么 后买这个车店 那同志的部分 我们买过一次 这边买 292 292买 然后306卖掉 这边买 买在266 然后呢 288把它卖掉 280最后清仓 但问题是 我觉得我卖错了 所以我今天把它接完 接回来的原因 两个 第一个 就技术面的角度来讲 如果这是左肩 这是肩底 那它在盘右肩 那我当然也怕它 右肩会掉下去 所以呢 我就要来思考一个逻辑了 我该不该接回来 这个量很大 这个蛮讨厌的 这个量太大 所以它必须要消化掉 这个脉压 消化掉脉压 那这个脉压的高点 我来看一下 大概在什么位置 大概在296.5 我不可能等到296.5 我才决定要不要买 因为它可能300块 会是一个关卡 所以我在今天287 把它买回来 原因在哪里 我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这边 是盘右肩的话 后面冲上去地很快 那个速度会很快 如果这叫出货的话 早就掉下来 那为什么不掉下来 它就不是出货 外资到现在 还在站在卖方 但别忘记这些事情 我该谈到 我说如果纯粹 就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倒车雷达 行车安全 仍然是明年度 值得关注的产业 第二个部分 人家同志 公司派 被外资逼到 公布它第四季的一个财报 预测 财测 它预测可以赚到3.25 可以赚到3.25到3.54 那前三季赚11块 所以今年的同志 可以赚到14.2到14.5 那我回头算一算 20倍本一笔 刚好在280到290之间 好 这就是我今天接回它的原因 因为时间不够 我以后再跟你细讲 它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利息点 那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策略 我只相信一个原则 你只有买在低点 你才能力于不败 你买在高点 永远是被杀的一选 在股价在低档 新评估 我都会带各位布局回来 我要带各位布局的叫 跨年度的行情 可以利用 羊鸡队的优惠 跟上我的脚步 先接受看 每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拜拜